這是我的三妹妹,叫葉飄雲 葉飄雲就起床,向前線線走了一里 見過前大小姐 這麼規矩的樣子,反而令葉飄飄也疾了一下 想來昨晚回去之後,邵兒娘一定有祝福她 前線線見到她這麼懂事,神識也好幾分 坐吧,既然是跟著大小姐一齊過來,我想都不會叉到去哪兒 葉飄雲歡喜地坐下來,感受到兩個人之間的氣氛不太對勞 亦不敢亂說話,唯有規規矩矩地喝茶,一點聲音都不敢出 空氣好像有點凌固了,氣氛有點尷尬 前線線合了一口茶,打亮的目光就看著葉飄飄 大小姐知不知道落毒的人究竟是誰? 葉飄飄唯有苦笑,看著前線線的這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她還可以說什麼呢? 前小姐都已經查到了,還需要再問我嗎? 前線線就冷笑,摸著手中的碧玉珠在這裡玩 我知道的都未必是對的,都是要請大小姐你指教一下 唉,是我二妹妹不生性,連累了前小姐 前線線就一疾,沒想到葉飄飄可以輕易地承認這件事 反而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過了一會兒,苦笑了一下,再次看向葉飄飄的眼神中 多了一絲的佩服 多謝大小姐可以預述告知 這件事,阿爹和哥哥已經查出了原因 只是,我的心裡還是有點不確定 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她究竟是誰的人? 葉飄飄很跳皮地眨眼 你猜一下,前線線想了一下,有點不確定就說 綠王子? 葉飄飄就真的驚訝了 如果不是被九殿下一語點破 她也是慢慢想不到這一層關係的 但是前線線就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就猜出事件的原油和背後的靠山 不愧是後門貴女 是,前小姐真的是厲害 前線線的臉色有點不好 聲音裡就充滿了冷耳 綠王子一直想拉弄我爹,但也成功不到 這次拿著林月晚來做靶子 目的就是讓我爹投靠過去 她怎麼都猜不到 我爹竟然是九殿下的人 葉飄飄再次疾了 這個妹釘這麼直白地說出來 難道就不怕她告密? 前線線似乎都看得出她心中所想 慢不驚心就笑著說 大小姐可以對我這麼坦誠 我想你也是九殿下的人 啊,我忘記了 皇上已經為你和九殿下切了婚 說完,掩著嘴一笑 葉飄飄有點無奈 真是又好生氣又好笑 到這個時候了,還想著刺激她 到底有多想不開呢? 我真的沒想到前大小姐竟然是這麼爽快的人 葉飄飄一時之間真的找不出合適的詞匯了 前大人打算如何解決我兒妹妹? 第四十四集 木小姐的大驚小拐 前線線就冷冷一笑 哼,這件事,爹已經全權交給我來處理 那個臭妹妹,我是不會這麼容易放過她的 這個毒雖然是葉飄而樂的 但是說到底都是在前府出的事 間接地加劇了前線線和林月晚之間的矛盾 往大一點說就是已經影響到前尚書和林家之間的關係 也幸好前尚書就及時送去了解藥 才沒有讓這件事向著更壞的方向發展 這陣時葉飄雲捧著茶杯的手都在爭 她剛剛聽到了什麼? 大家姐是狗殿下的人 林家大小姐是被自己二家姐下的毒 這是什麼回事? 早知道今天會聽到這些東西 她說什麼都不會跟出來見世面 這些哪是見世面啊? 分分鐘要命啊 前線線見到葉飄雲這麼緊張的樣子 忍不住就偷笑 她對葉家姐妹就不是很了解 最熟悉的就是二小姐和四小姐 眼前這位大小姐也是最近才接觸 至於這一位一面優秀的三小姐 三小姐似乎有點緊張 三小姐既然是和大小姐一起來的 那我想你也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了 難道是我猜錯了? 哎呀,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恐怕 糟糟糟糟的話 嚇到葉飄雲全身都打了鐵騰 恐怕如何?恐怕是要殺人滅口吧? 葉飄雲差點就想起身跪下了 她這小女兒就沒有什麼大理想和大志向的 只想攀附有能力的的小姐 或者獲得主母的鍾意 進而就找個好婆家 微悶地過完下半世就可以了 她就不想還未成親就被人弄死 她越想越難過 眼淚水都想飄出來了 葉飄飄看到她這樣的樣子 忍不住就心裡叹色了 這個妹釘剛剛見過的時候 還有幾分膽識 現在看來就是一個虛有其表了 錢小姐你就不要嚇我妹妹了 她膽子很小而已 沒見過什麼小臉 反而被錢小姐笑話了 葉飄飄安慰地看了一眼葉飄雲 那個妹釘收到她的暗示之後 才鬆了一口氣 錢善善就覺得這個妹釘挺有意思 但是實在是太細膽了 你就不再嚇她 三個人又聊了一會兒 氣氛就逐漸回暖 不再像最初那樣冷淡 一個下人打扮的妹仔 急急腳地跑進來 累得氣善氣善 大小姐 大少爺在外面跟人打起來 聽說是大少爺 無意間碰到木家大小姐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打起來了 錢善善就大驚 自己輕掌 向來做事就有分寸 一般情況之下一定不會動手 現在怎麼回事 竟然跟女生打起來 快帶我去 錢善善就趕快到外面走 看見兩位惡人的小姐 十分欠意就說 蛤 今天真的招呼不到 我跟你一起去 對方是木家大小姐 而你又是前家的人 有些事恐怕不好處理 錢善善一面感激地看了過來 那好吧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 浩客歸茶樓前 錢風就一身青衣 臉好像關公一樣 跟一個紅衣女仔在爭執著 偶爾還要跟對方的交手過幾招 接著又是一陣爭執 葉飄飄幾個人從馬車上跳下來 向著人群中潛過去 見到錢風身前的衣襟 已經被離棄弄得一塊一塊 停手 葉飄飄飛身上前阻攔 迅速地捉住木靈儀逢出的遠邊 順勢就擋在兩個人身前 不要再打了 木靈儀未見過葉飄飄 見到她這樣就埋唐眉大聲就渴 你又是誰呀?竟然敢擋我的腦? 葉飄飄看了眼前這個妹釘 不愧是首富家的千金 這些裝扮和氣度 一看就是嬌養出來的花朵 葉飄飄鬆開遠邊 竟然向著對方拱下手 木大小姐 你和我還是第一次見面 真是有點不好意思 我是葉飄飄 木靈儀迅速收回自己的遠邊 挑下唐眉 葉飄飄? 誰是葉飄飄? 不認識 掌軍猴虎的長小姐 葉飄飄 木靈儀這一刻 就有些驚奇 上下打亮著眼前這個女子 過了一會兒 疾口疾蝕不確定就說 你是…葉飄兒的姐姐? 葉飄飄就有點苦笑 那個女子這麼出名嗎? 是 木靈儀就瞄了嘴 大家姐就很厲害 我和你又不相識 你憑什麼跳出來幫忙? 接著看了一眼前鋒 又看了一下葉飄飄 你倆有什麼關係? 傷口? 不對啊 你不是和九田下有婚約嗎? 為什麼還會和胡靈儀 嘗試家裡卡的前公子眉來眼去? 葉飄飄覺得自己也有點亡然 她很想認真地回答問題 但是對方的老回路真的太快了 搞到她也有點迎接不下 木大小姐 我和九田下的婚事是一場鬧劇 先是九田下的婚 接著我又抗子眉接 所以我和九田下之間根本沒有什麼 你的意思是 你之所以抗子 是因為你和前鋒有事? 還說是君侯府的大小姐 做事也沒有規矩 朝三無四 不要面了 你比葉飄飄更加不要面 前善善在旁邊 實在聽不下去 她真的怕木靈儀的臭口 激怒了葉飄飄 到時不要收場 葉飄飄和九田下的婚事 到底是什麼回事? 她這個外人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她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葉飄飄也是九田下的人 只要這一點就夠了 木小姐 我哥哥究竟哪裡得罪了你? 你竟然要在街上和你一起打架? 前善善好大 都是深龜小姐 發起火來都幾有威嚴 木靈儀冷鏗了一聲 軟軟的大眼 就挖著有些火的前鋒 哼!她撞我了 我又不是故意撞你 我亦都度過了歉 但是你撞到我好痛啊 木靈儀講下講下 竟然扁起個嘴仔 外貌似十足一個又可愛又可憐的兔仔 前善善也有點無奈了 轉身就看著自己的兄長 街這麼闊落 你這麼多都被人撞到? 你閉上眼走路嗎? 前鋒也很無辜啊 我有急事啊 所以才沒有見到木小姐而已 她說話和微語之間都很焦急 一對眼不停地看著前方 顯然是有重要的事要等著她去處理 葉飄飄覺得這種事就是可大可小 但是她看到木靈儀那副姿態 顯然是勞氣匆匆地和人打了一架了 但是她眼神中的分明就是得意和歡喜的 哪有什麼火啊? 怕不是想借這件事故意接近前鋒吧 這樣一想 葉飄飄還真是仿然大悟 走前了幾步 擋在木靈儀的身前 細細聲地說了幾句 見到木靈儀先是一疾 然後又怕怕醜地押了個頭 另轉身就入了浩客居 前家兄妹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 都有點措手不及 這是什麼回事啊? 談判結束了? 對方為什麼還走了? 前善善就一面疑惑地看著葉飄飄 但是見到葉飄飄笑了一下 前少爺如果有事要忙的 那就先去吧 這裡有我和前小姐就可以了 前鋒見到木靈儀已經走了 雖然對這件事還有些莫名奇妙 但是她現在就沒有行情在想這件事 向著葉飄飄拱下手 之後就急急腳地走了 前善善見到自己兄長這麼無抱 忍不住就叫聲嘆氣 一面欠義地看著葉飄飄 今天這件事 都是多得大小姐來幫助我們 我這個哥哥真的靠不住 之後沒那麼忙 我一定會帶他親自去府上面道謝 前小姐對我這麼好 我這些舉手之勞 算得是甚麼呢 前善善笑了一下 然後轉頭看著好客居的兒樓 那裡還露出木靈儀的一個頭 很顯然對方是在等他們 你剛才跟她說了些甚麼 這件事才不能告訴你 等我處理完這件事 就會派人去前府知會你 前善善見到這樣也不再多問 向著她笑了一下 那才重新回到馬車揚牆而去 門前看熱樓的人 陸陸陸陸陸陸走了 唯有葉飄雲 依然保持著望遠的神色 見到姐姐走進了浩客居 有些不明白便問 我們要跟那位木小姐聊天嗎 她現在真的有點怕 她平時確實是沒有見識 但是怎樣也想不到 忽然之間一見就是這麼狼死的角色 不單見了護布上書的少爺和小姐 現在又見了北齊首富木家的大小姐 現在還要跟她一起聊天喝茶 葉飄雲傻肝腔地打亮著旁邊笑意盈盈的葉飄飄 她這位重來就不出門 有十分之害青的大家姐 何時認識那麼多人呢 葉飄飄卻沒有理這個女孩子的偷偷觀望 既然以後要戴在身邊 也沒有必要事情都要遮遮掩掩 上了兒樓的包間 木凌儀一面害羞地看著來人 见到叶飘飘的身后还跟着一个跟班 先前就以为过妹仔 现在仔细地看了一眼又不像 哇塞啊,没有边家的妹仔会打扮得这么贵重 她是谁啊? 木令义就很不客气 她知道叶家只有两个的女 叶飘云被对方审视的眼神看到有点拘紧 叶飘飘就及时解围 这个是我三妹妹,叶飘云 见到木令义庙的嘴 整面不屑的神情又加多一句 我们感情几好的 木令义就没办法再次看向叶飘云 见到对方一副好小气的样子 你们家的那些树女都上不得台面的 叶飘飘的谷度有点不出得声 虽然她都觉得叶飘云表现太过小气 但是她不想带出来的妹妹 她就像叶飘云那种又没老又囂张 我三妹妹只是因为木小姐的家势和风范 所以才会那么小心谨慎一些 好歉,在北齐可以有很多的世家小姐 但是只有一位首富家的的小姐 这样的身份还是要小心谨慎一些才好 一番话,讲到木令义的面色好转了很多 看向叶飘云的眼神中也多了一点的缓和 不再像以前那样嘲讽了 算了,以后慢慢长见识了 叶飘云不敢多说话 唯有再次低头喝茶吃点心 顺便听他们咬耳朵 第四十五集 木家大小姐 叶飘飘就喝了一口茶 看着木令义害羞的样子就笑着闻 木小姐你既然喜欢钱公子了 为什么不通过钱小姐去打探一下消息呢 你这样冲撞法就不怕,识得奇返了 正在喝茶听着八卦的叶飘云呢 差点就被口中的茶水熟了 木令义都没想到叶飘飘竟然说得那么直接 有些人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大大方方地说 既然喜欢就要大胆去追 何必麻烦人呢 况且我和钱小姐又不熟 我如果找她 说不定她还会从中作梗 叶飘飘就有点心说 你这个是大胆去追吗 难道你就看不出钱锋今天有急时要离开 你这样拦住人家 说不定会坏了人家的好事 到时候可能会被你得不尝失 叶飘飘在心里就订了一番雪茨 木小姐如果真的想追求钱公子的 这件事就必须要从长计议 如果是一时兴起的 那我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哼 刚刚就是你说要帮我得到钱锋 我才会离开 现在你竟然说话不算数 她很生气 觉得自己被人玩了 叶飘飘见她是激到起身要离开 马上就安抚华 哎呀 你别急着先了 我刚刚所说的东西都算数的 如果是从长计议 我们现在就要好好计划一下了 木灵仪就怀疑这样坐下来 见她很认真的样子才放心 钱家兄妹的关系就很好 可以说是互敬互爱 所以你想嫁给钱公子 就要先过钱小姐这一关 如果钱小姐认可你了 你跟着来追赴的路就会简单很多了 至于钱小姐了 我会安排大家见面成为朋友 她也是个爽快的人 不像得像其他世家小姐那样扭扭灵灵 至于钱公子本人 你今天怕是耽误了她的一些正事 可不可以得到她的原谅 还要看她今天所处理的事到底是什么了 木灵仪很认真地想着叶飘飘的话 再想起钱风刚才很急的样子 才发觉自己确实是犯错事了 一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算好 那你知不知道钱公子是去做什么呀 我虽然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以道歉的名义 亲自去钱府的嘛 木灵仪又有点迷茫了 看到叶飘飘向着她眨眼 立刻就明白了 好 我现在就去钱府道歉 港元就走 走到门口那时才想起 眼前这两位似乎都是新式的朋友 今天多谢两位相助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等我见过了钱小姐之后 再去府上拜会 港元急急脚地走了 叶飘云见到那道门关了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她有点不安地看着叶飘飘 但是见到对方不单无一点害怕 反而有点欢喜 忍不住就问 大家姐 你这样帮她出主意 钱小姐会不会生气的 叶飘飘亦都站起身 走到窗前 看着木灵仪风风火火地离去 军幻家的子女 都是懂得朝过命大义的 只要木灵仪靠得住 钱峰又无中意的女仔 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 胡布尚书乃是六布之首 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 可谓是大权在握 这样的官员 如果是为自家的子女选亲 自然就是很繁琐 除了要考虑派系 还要考虑彼此两家能不能互相扶持 钱峰又无官职在身 只是一戒白衣 即使有钱老爷这样的爹 在背后做靠山 就算是要娶一个 得出的官家小姐 对方的品级也不会太高 这样一来 不如就娶一位首富家的的女 一个管钱就一个赚钱 胡布缺钱了 可以有木家的支持 木家行商就可以靠着胡布 这样的亲事 其他人就算是求 也都是求不来的 所以前线线如果是想明白这一点 自然就不会生气 叶飘云就不太懂 官场中的洞洞洞洞 但是看着叶飘飘起定神闲的样子 也就不好再多问什么 没多久 门外的掌柜就走进来 看着叶飘飘客气地说 大小姐 老板说南下史前 今晚将会来我们茶楼包场 年爆三天 这个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还请大小姐多多指点 叶飘飘就眨下眼 有点不明白地看向对方 蛤? 这些事问我做什么? 以前谁做主的就问谁 我只是拿了一些粉红 难道还要为茶楼努心努力? 你们老板真是想得够远了 是这样的 以前这些事都是由二小姐负责的 但是老板刚刚传说 以后茶楼的事 全部都由大小姐你负责 再也不需要二小姐插手 叶飘飘有点不明白 当她知道叶飘飘是为霍斯宇做事的时候 就猜到这间茶楼应该是由她打理 只是没有想到 自己不过只是佔了两成的分红 竟然掌握了实权 霍斯宇当然想白用她这个劳动力的同时 还想激化她和叶飘儿之间的矛盾 真是打得一手好选盘 叶飘云看了掌柜 又看了叶飘飘 心里就在想 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姐姐为什么还有茶楼? 而且这个老板到底是谁呢? 她很想问 但又不敢 她觉得自己今天获得的讯息量有点大 大到一条命都好像冻过水 叶飘飘就觉得霍斯宇这人不要面 但是她又不可以多说些什么 畅畅是她抢了别人的两成利润 想了一下就说 招待南下史节时 你要注意一下言语 千万不能让她们套话 另外就是 我们茶楼虽然也有酒水 但是尽量让她们上一些不容易醉又好喝的酒 以免她们醉了闹时 茶楼里的所有女子都放假休息 掌柜稍微想了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原有 暗自在心里就称赞 既然大小姐遇事安排 那我就吩咐下去了 掌柜点头虾腰地走出去 叶飘云才敢抬起头 整面惊奇游向旺地看着自己的大家姐 大家姐 这间茶楼是你的? 听说这里是京城最好的茶楼 叶飘飘看着叶飘云的样子 忽然之间就觉得这个妹钉真是可爱 茶楼不是我的 我只是佔了很少的分红 叶飘云也都好识找重点 眼仔滴了下 试探星就问 掌柜刚刚讲的二小姐 是不是二姐姐? 叶飘飘亦没有隐瞒的意思 闻闻闻闻 叶飘云就闹大对眼 一副不可自信的样子 他的两个姐姐都那么厉害吗? 那… 那老板是谁呀? 叶飘云仍是禁住自己的好奇心闻了出口 叶飘飘又想了一下 这个妹丁今天知道的消息已经很多了 不争在这一点了 《鹿王子》 第46集 《乙夫人中毒》 叶飘云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入府的 一路上她都是处于迷迷懵懵的状态 前尚书 狗王子 前小姐 木灵仪 鹿王子 和茶楼 这些都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竟然和大家姐有关 这个真的令人太惊奇了 叶飘飘感受到身边的妹丁神游太空的样子 不由得暗字好笑 但也不想点拨得太多 一切都要看她自己 她如果是够醒目的话 她不介意身边带着她 如果她好像叶飘云那么无谱的话 那就算了 她宁愿自己独来独往 回到了枫林院 秋宇就将管事的事一一品报 等她回复 处理完这些小事之后 秋宇就跟着说 庄宇里面的管事来说 庄宇的收成不太好 想请大小姐做主 減免一些税收 还说庄宇里面的房舍有些老旧 想求大小姐 撥些小银两收出一下 叶飘飘就皱着美 现在刚刚是开春 哪有什么收成好不好 这样说 就算是收成不好 也是去年离品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过离品报呢 更何况 现在不是需要银两买种的吗 为什么要收出房屋呢 秋宇啊 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叶飘飘就在换衣服 很随意地闻秋宇 秋宇停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就说 奴婢觉得这位管事 是故意为难大小姐 奴婢以前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些事 但都知道二夫人掌管钟柜这么多年 肯定在各处都有她的势力 如今被你突然接手钟柜的事 她自然不会那么轻易善罢金忧 所以才没事找事 等底下这些管事过来找我的麻烦 或是让我走马威 叶飘飘就透过瞳镜看着秋宇 见她好认真地摇摇头 那又不觉得意外 秋宇和她的想法可谓是不谋而合 她肯定知道临时不会轻易地放过她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她真的看不起了 那你去准备一下 深日之后我们去庄子 秋宇和秋香就相互看了一眼 跟着就笑着应低了 嗯 奴婢立即去扮 秋香啊 二夫人和二小姐那边怎么样啊 叶飘飘对这对母女还挺感兴趣的 起码要做到知己知彼 就百战百姓 秋香就想起那对母女 忍不住掩着嘴在偷笑 嗯哼 二小姐和二夫人在永和园吵大架啊 他们说二小姐要生要死要退婚啊 激到二夫人要动手打她啊 后来两个都不欢而散 叶飘飘翻书的手呢 停了一下 有点惊奇地看着秋香 居然动手 这是几大件事啊 临时就一向以叶飘移为永 现在竟然搞到要动手 看来这个矛盾真是不少了 但是不明白的就是 叶飘移明明是很喜欢陆殿下的 为什么是都要退婚呢 大小姐 你最近一直在这里看《冰法》 是因为喜欢吗 秋香是有点好奇地问 而飘飘就想了一下 诚实地抬头 她仍是喜欢看冰书 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她都觉得冰法里面有很多教人的道理 这是一种权谋 亦是一种退路 就那晚 枫林院的下人都睡得很早 亦都睡得很死 几乎头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 而且中间没有一个人起床 直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就听到一阵恶号 二夫人中了毒 秋香一边握着颈 一边就服侍着叶飘飘梭妆打扮 面上的神色有点痛苦 但是极力地忍受着 叶飘飘有点心虚地看了一眼秋香 但是什么都没问 过了一阵之后 秋香反而才开口了 大小姐昨晚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有什么不妥? 出了事吗? 秋香也是摇摇头 她也说不清楚 就是觉得昨晚睡得太过死了 死到还有一些莫名其妙 就是觉得不太对老 叶飘飘就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探究太多 以免穿煲就专话题 二夫人中毒 爹有没有请御医过来? 嗯 侯爷知道这件事之后 第一时间派人去请御医 还说 还是上次帮二小姐看病的大夫 说是二夫人这次中毒 和二小姐中的毒是一样的 秋香也觉得很奇怪 现在是流行中毒吗? 先是二小姐中毒 现在又是二夫人中毒 并且这两个人中的 还是同一种毒 叶飘飘有点心虚地瞄一下嘴 那我爹现在是什么意思? 奴婢就不知了 只知道侯爷知道这件事之后 黑了面 还很生气 而且奴婢听说侯爷送走了大夫之后 就将二小姐叫了入书房 至于说了些什么 奴婢就不知了 叶飘飘就想了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是去和二夫人请个安 顺便就给叶飘儿加点料 这样才对得住那些毒药 永和苑入边 叶姓南在姓屋入边 就看着大夫开药房 见到叶飘飘入来 就有点恶然 飘飘 你为什么过来呢? 叶姓南面色就不太好 有点潮水 声音也有点疲倦 看得出心神就不太好 爹啊 女儿一早就听到说娘亲病了 所以就特意前来探望 叶飘飘就扮了整面担忧 向着叶姓南走了你之后 就走到床边 看了一下昏迷不醒 嘴唇青纸的临时 哎呀 娘亲的嘴唇 为什么是青纸? 这是什么病? 大夫啊 我娘到底是什么病? 为什么还是昏迷不醒? 老大夫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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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其实之间总有一些不清不楚的故事 但是眼前这位嫡长小姐对这位乙夫人就是真心尊重 见到她病了竟然这么担忧 真是孝顺的了 乙夫人是中了毒 乙小姐上一次病的时候也是她过来看的 那种中毒的迹象和乙夫人现在一模一样 叶飘飘就很恶然地看着老大夫 本来就想问多几句 但是见到叶叶叶的面色忽然之间就变了 立刻就止住了华音不再多问 直到雅兰将老大夫送了出去 才在叶叶叶的身边坐下 爹啊,我们还是请御医了 女儿总是觉得这位大夫 已经请过了 这位大夫说的一模一样 叶姓男的声音里就隐隐带了一丝奴耳 一个两个都是中毒 也不知道这家到底是怎样了 叶飘飘的眼睛又滚了一下 啊,既然是中了毒 那就找些擅长解毒的大夫过来看看 不就行了 爹不用那么担忧 而妹妹的毒都可以解了 但是娘的那些毒也不会有事 提起这件事 叶姓男就更生气了 经过了几个大夫的确诊 临时中的毒和叶飘仪曾经中的毒是一模一样 如果是讲解药 想起来也只有六殿下有了 但是这个毒 临时到底是怎样中的呢? 爹啊 爹妹妹之前中的毒和娘是一样的 不如就问一下爹妹妹还有没有解药 叶姓男就不出声 她一大早就已经和叶飘仪提起这件事 但是对方就一口咬定 不单没有解药 也不知道临时为什么会中毒 听说昨天因为太后痴婚这件事 娘和爹妹妹搞得很不开心 但是现在娘中毒那样 爹妹妹如果是有解药的 不会收买不给的 我去找爹妹妹 回来 此前等为父亲自处理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记得关注、订阅、收听下一集 第四十七集 南下史节 叶飘飘就不知道叶姓男孩到底想怎样做 但是对方的这副神情 显然已经心里边有了计划了 她要做的就是抛砖引玉 其他的事就不用她理了 回到了风林院 叶飘飘心情好好地向着两个小丫鬟就说 现在有没有什么事 不如出去转一下 秋香和秋雨开心得拍了手掌 大小姐 露皮现在就去准备 秋香很欢天喜地地准备了一身男装 熟行熟路地和叶飘飘地打扮好 秋雨看到这样就小小声闻秋香了 大小姐都扮成男装了 那我们呢? 我们都可以打扮成男装的 好过一身女装被人指指点点 秋雨听到这样就立刻回房准备了两身男装 等秋香回房之后 两个人也都换好衣服了 没多久 主服三人就欢欢喜喜地走出了风林院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又要去哪里玩啊? 叶飘昏一身红衣 手里边就拿着一个小袋子 强着脚头 打亮着满面欢喜的叶飘飘 你又要出去玩吗? 带我好不好啊? 叶飘飘就苦笑 他可以说不好吗? 就这样 原本三个人的队伍 现在又多了一位红衣进竅的少年郎 秋香就一直跟在叶飘飘的身边 对于最近发生的很多事 他都是一清二楚 但是秋雨就不知道 他不明白叶飘飘出门 为什么会换上男装 为什么跟三小姐的关系又这么好? 为什么一出门就直接去好客居? 很多东西他都不明白 但是他是个醒目女 他明白主子的事不可以多问 这个都是秋香为什么会推荐他的缘由 大小 公子 请进 请进 掌柜见到月飘飘入门 原本想叫一句大小姐 但是见到对方几个人都是男装打扮 就立刻改口 楼上的包间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你为什么知道我会来的? 昨天是市晨在我们茶楼包场的第一天 大小公子身为当家 今天自然要过来过问一意 如果不来那才是有事 哈哈 我的身份就是一日一变 今天就成了当家 掌柜见到月飘飘没有生气的意思 是的 公子有能耐 主子都说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本事 说话之间 几个人就已经入了包间 掌柜早就已经安排了人 放好点心茶水 先是把月飘飘迎上主位 接着才照顾其他三个人 昨晚有什么移动 叶飘云好识做这样 和月飘飘就倒茶 又将上次觉得挺好吃的点心 向着月飘飘那边移 掌柜见到这样 就向着门边的小椅洗了个颜色 对方就立刻下楼再去准备一些 昨天 嗯 昨天反而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 他们才是很规矩的 谈天雪地 然后呢 再来打听老板是谁 昨晚确实很安静 那些南下的死神 言行举止虽然很豪放 但是举止也十分有道 没有说出什么出格的话 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只是小饮小着的好随意 虽然说 往年皇后生辰的时候 南下诸葛也会派死神 带着河里前来祝河 但是今年 那些死神带来的东西似乎有点多 叶飘飘是穿越过去的人 对目前的北齐状况也不太了解 就算他的脑里面还残留着原主的一些记忆 但是原主以前真的太弱了 连猴宅那几个女人都斗不过 更加没有行情日志地了解苦外的家国天下 掌柜也跟着河里面 掌柜也跟着河里面 不过他们好像有个据点 什么意思 你说来听听 昨天我听到他们先谈了一些关于京城的风光 然后就说什么郡主身体不适 一定要照顾好 还说两边都要加强防守 两边 棍主 这些事 你都说给你家主子听 主子说此事由你来全权负责 霍斯雨真是会洗人 秋香和秋雨 就安排在角落的一处小茶几里坐着 两个人很安静地吃着茶果点心 尽量保持安静 但是这个时候 叶飘飘的冲口而出的话 还是被深存怀疑的秋雨就吓了一跳 口里面的茶直接就噴了出来 霍斯雨? 鹿殿下? 这个茶楼是鹿殿下的? 等等 大小姐为什么可以直呼鹿殿下的名位? 秋雨心中的一百个问号 被秋香的一个眼神 硬地压制了下来 而飘飘就瞅了一眼他们 跟着又很严肃地说 这件事就关乎国体 爱一个深龟女子怎么敢做主? 更何况 郡主到底是什么情况? 南下遞过来的文书里 有没有提到过 什么郡主要来? 还有他们两个的据点分别又是哪个?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叶飘飘就瞅了一眼掌柜 看到他一面都是围栏的样子 也不围栏他了 好了 我会亲自去文六殿下的了 当家的 可有其他吩咐? 叶飘飘就想了一下 自己再有两天就去庄子上边了 这样一走起码也要两三天 再过两天我要去庄子处理一些东西 这里如果是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你就派人去庄子那里通知我吧 掌柜想了一下 颅头就认低了 接着见到叶飘飘再没有其他吩咐了 这样才离开 见掌柜出了门 叶飘云就伸长条颈 扮了可怜的样子看着叶飘飘 大家姐 你为什么要去庄子啊? 可不可以带我啊? 娘说 要我跟在大家姐身边见下世面 叶飘飘就瞅了一眼这个妹钉 当然猜得到它们两母女的打算 现在见到自己逐渐在府中就站稳了脚 自然就想要靠着它这棵大树的了 它就没什么所谓 只要这两母女自己不作死 它亦都愿意提携这个妹钉 更何况它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 可以有一个这么精灵的在身边 亦都可以解门 那好吧 你回去之后才准备好行李 我们后日早上就出发 第四十八集 芙蓉春 出了好客居 叶飘飘原本就想直接回府 但是叶飘云难得出来一次 谁都要去蕴枝铺转一圈 买点蕴枝水粉 叶飘飘也拗不过它 唯有一行人又直接去城中最好的蕴枝铺 芙蓉春 芙蓉春做的是贵妇和世家小姐的买卖 里面的烟枝水粉都是上好的 价格亦都是最贵的 用他们掌轨的话来说就是 无所谓最好只要最贵 叶飘云的外公家就很有钱 连带着他们两母女在府中的生活 亦都十分滋润 跟林儿娘那种 只是靠着拿月银的 肯定就是不同的了 掌轨见到叶飘云入门 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 哎呀 这位不是三小姐 好长一段时间没来啊 我们都好挂着你啊 说话的掌轨年纪不大 但是把口就拦过油 就算是说出阿鱼凤盛拆鞋的话 亦都不会被人反感 把口拦过油那样 快点啦有什么新货 快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叶飘云就好像个小鳥 在屋里边乱飞 掌轨就笑意盈盈地 把他引到了最里面的柜台前边 神神卑卑就说 你前一派呢 来了一批南下的上等货 小人都不敢把他放在明面上 特意收起给你啊 一听到这句话 叶飘云的眼睛立刻发光 这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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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